被称为中国大陆金融管理三驾马车的 营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最近全部易率 三位接任者将面临巨额地方债务、 信贷泡沫破裂、诚信缺失等一系列挑战 普通民众对这一任命骂声不断 评论人士则指出 大陆金融业是为中共服务 更换主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10月29日 大陆官方宣称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转任中国银监会主席 建设银行前董事长郭树青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农业银行前负责人向俊波将担任中国保监会主席 长期以来 中国大陆股市、官商勾结、内幕交易等现象比比皆是 三位新任金融界主管都具有博士学位 可以归为学者型的官员 媒体评论希望他们能给大陆金融业带来转机 时政评论员陈志飞表示 大陆金融完全受控于政府 实际上 大陆金融的最高决策机构 并不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而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小组的主要人物是中共的几个常委 尚福林等三人并不是小组成员 中共是把金融作为党务来管理的 这几位表面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它的主要的官员有什么样的羡慕的学历 实际上它对体制的运作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因为最高的决策部门掌握在最高的党务的部门手里 它们是可以通过共产党的需要来制定经济政策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 截至去年2010年年底 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0.7万亿人民币 路透社中文网指出 民间高利贷等地下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 也是新任主管必须面临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9月末 大陆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2万亿美元 大陆企业观察员何君桥认为 当局目前进行房地产调控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 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务开拓财路 另外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的会计丑闻 也是证监会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在此之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 很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被指涉嫌欺诈 会计造假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过去一年就至少有20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 因审计师辞职或会计问题而被纽约证交所停牌或摘牌 中共媒体号称新任银监会主席尚弗林 是博具中国特色和政治智慧的监管者 而互联网上深受大陆股市之苦的普通民众 则把这句话解读为 中国特色就是贪婪 政治智慧就是独权 网民嘲讽说 尚弗林在证监会期间为中国股市创造了世界第一 圈钱第一 跌幅第一 新唐人记者亦如 李谦 葛雷采访报道